一旦您来看到公共车竟然把市区道路当成了赛车场 昨天下午宜兰有一辆国光客运是一路飙车 它没有打方向灯任意变换车道 危险的行径都被民众拍下来偷上网 警方表示这个驾驶可能得吃上总共3600元的罚单 另外恐怕也涉及了公共危险罪嫌 而客运公司表示这个驾驶其实之前已经有过多次的不良记录 而且签下了切结书保证不再犯错 这一回又闯祸将面临开除除分 眼前这辆公车先是没打方向灯直接变换车道 而且一路开超快整台车摇摇晃晃 更夸张的是司机为了超捷径 同样没打方向灯进入右转引道 位移标线行驶 还蛇行切回执行车道 接着在右线超车 短短30秒驾驶就违规三项 总共吃上3600元的罚单 这个离谱行径就发生在宜兰市 献民大道域中山路口 11号下午一名公车驾驶 把马路当作赛车敞开 一路狂飙车又不遵守交通规则 画面PO上网后 网友怒轰 简直是玩命好危险 可以开除这位司机了吧太扯 驾驶的开发也太特别吓死了 而驾驶所属的国光客运 也出面表示会再加强员工训练 他要叼车到宜兰那个男友女中去载学生 他自己个人的行为 我们的时间是还真的是还够 我们在今天会把相关的资料 移送警察局依法来处理 要求国光客运提出检讨报告 那后续会提到我们宜兰县的市区客运 委员会来审议 幸好当时车上没乘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这名有幸公车驾驶到国光客运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这段期间常常迟到 过站不停 大小错不断 也因此被停驶一段时间 还签订窃节书 如果再犯就要革职 没想到复始没多久 如今再度犯错 最严重恐将面临开除处分 记者李柯燕 宜兰报道